书记上回 接说这一段 雍正见侠图 上回书正说在 金凤山玉皇顶 大和尚 惠宾行凶 皆因为 惠宾 编扫三侠 要伤二侠侯极 一时怒脑 众外老侠 大伙亮兵人 蜂拥而上 要群战惠宾 你就算 惠宾有通天彻地之能 恐怕也打不过 这老几位 更何况 这老几位 人人是一口宝剑 惠宾自知不敌啊 这才放弃 自己 清修办事的百年禅林 往山外 那么一跑 哪知道 二侠带来的 陕西府地面官兵 要拿凶僧 一时怒脑 会兵 这才一条大边 打死打伤 无数官兵 他这能力太大 你们也看官兵 人多 到会兵 眼头了 简直就是 不会一样 清等的送死 可官兵也 明白过来了 四散奔逃了 反而到 爱中尉老侠的事了 中尉老侠 就追的呀 可是官兵在头了 那 往外一跑 中尉老侠还得躲这帮人 又搭着会宾的地理熟悉 他功夫又好 故而和众位相追的侠客 拉开一段距离 正往前行 就在正西方向 由山下的 来了足有二三百号 和全是陆林道 手里都递了这家伙 为首一个老头子 你然年近百岁 正是西凤庄 九头凤金奎 那说这老头子怎么意思 这生日不过 没法过 皆因为 古镇北大闹寿宴 一听说 会兵行凶 古镇北 哼一下 顺西凤庄跑了 惊悔没拦住 拿着刀 找和尚玩命去 大伙一瞅 这老头子坐着 二目发行 浑身之咄嗦 满目淫然飘摆 知道老爷子动的心了 只可好言相劝吧 爷有教大叔的 也有教大爷的 大半都得管他叫爷爷 岁数太大了 九十九 过一百的生日 老爷子 您可千万别激动 您这是干什么的 咱这生日还得过呢 老头一听抬眼了 过呀 我过你们奶这个孙子 怎么骂上街了 还过什么呀 哎哟 我这一辈子算到头了 古镇北说的不错呀 这一辈子不是人称狭义 年轻知识不懂事 你听说外边有点什么事 总是我九头奉头一个 没有 没有辣于人后的时候 不敢说急功耗义 不敢说我这一辈子 简恶出暴 行侠仗义 我没错杀过人 总算我本着自己这么一份天地良心 我的脚步真正 所以我活一百岁 江湖上交这么些个朋友 我一过生来这么些人 那想当初 老建国欧阳修 占据一座玉皇冠 收这么一个和政府邸 他言说僧道不能同住 这才搬到广东去 才让青泉山 详词观里边 那么把这个妙产呢 让给小和尚会宾了 可是东奉庄上会宾的亲哥哥呢 跟我半辈子的朋友 甭管是出于哪一方面 会宾算我个小兄弟 能耐是比我大 但是 我有失兄长之责 我当大哥的时常应该归劝于他 我也知道他性子不好 悟空一切 傲视群雄 没有他福的人 越这样的人 吃亏越大 越倒霉 早晚有一天碰着凤子 他要吃大亏 那么现在仰仗他的武术东旋 宿途行凶办出这个案子也太大点了 他的胆量也太大了 我人称侠子 我在家过生日 那儿都造出人命了 钦差都卖死了 我还过生日 古镇北这两句话说的不错 我老糊涂了 我说 诸位高勤贵友 辣爷子 您说 山中 常见千年的树 世上哪有百岁的人 我九十九啊 这就算一百了 行了 我个人搅着 我有点活腻了 我要放着眼前这把 是智若网闻 不理不睬 我这一百就算白活 说的话一伸手 撕拉了一下 把两个 把身上穿的吉服 给撕老头有功夫 高往秀面 晾出自己两只胳膊 叫家里的满堂儿孙 哎人 被遭 大伙计要干嘛呀 上金凤山 找和尚去 和尚今日不兴凶 还则罢了 和尚今日兴凶 判去我这百岁的 不要 我好好管管他 拿家伙 是来祝寿的 也甭祝寿的 都跟我上金凤山 跟起来大家说 我们来祝寿没家伙 我们都没带着兵着 没关系 我家有兵器库 大伙一听 这什么老侠 憋着造反 是怎么着 家里有兵器库 老爷子说 我倒不是憋着造反 我练一辈子舞了 好夕 收藏兵人 刀枪剪接 府也都差 十八班兵人 没有我没有的 你们搅着自己的力量 量力而行 夺自己的能为 你们挑军人 我上内席棚去一趟 怎么意思 他两座兽棚 当家这代客 上手这个 都是侠一道 这个都是江湖上 上三门的门户 跟金葵 一气相交 但金葵这老头呢 一争一携 你别看他本身狭义 他在江湖上 下五门里也交 海交 就因为这古镇北 有人给出主意 盖两座兽棚 下手这兽棚呢 可就都是那个 下五门的陆林了 这人头都不怎么样 你们这边上兵器库 挑兵 我上那边动员去 老头子递了刀就进来 呼拉一下 这一百多号站起来了 又怎么了 金大夫这是 您跟谁啊这是 不是 我突然间出点事 刚才古镇北来了 大伙一听 哎呦妈呀 古镇北 饥饿如仇 要碰到下五门的人 当时摁那儿就揪脑袋 那金老爷子 我们是不是夺夺来 不见面 别别 别不见面 古镇北也就拿着刀 上金凤山找何玩命去 找哪何玩命 找惠斌 哎呦妈呀 一个比一个高 这古镇北也作到头了 惠斌是惹着的吗 哎呦要让惠斌 把古镇北给出了 我们大家伙可松口气 古镇北市的名字 它外号叫古楼北 哎 那么要是把古楼北 除了我们大家伙 这辈子可就没有怕的人了 那您老人家干嘛 我呀一百岁的生日不过了 古镇北临行时训斥我两句 把我给骂醒了 人家那儿是为了狭义而动 我在家过生日 我不过来的都是我金葵的朋友 一百岁不活的了 走 抄家伙 跟我上金葵山 好 稀了话 稀了话 把家伙全拽过来 金葵一脚 你说这无敌宿 好 那边没一个掏家伙 根本就没带家伙 山家串门给人拜授 带家伙干嘛 你瞅这边这拨人 要不古镇北福乐也搭理你们呢 见着就揪脑袋呢 哎呦 这都安的什么心呢 眼下也就分不出来 好歹咸鱼足够二三百号 这才叫同流合物呢 正当中 银然漂白多了多多 滴了一口刀 可就是九头凤金葵 后都跟着也有好也有坏 稀了葫芦 稀了葫芦 这才叫人多势度 大伙份西凤装可就出来 一直奔东凤山 正在半山腰 把大和尚给拦住 大伙呼拉往上这么一围 大和尚汇变 打死官兵不计其数 浑身上下血染僧医 杀得跟血葫芦一样 现在知道他无可理喻了 自己一言大错 当场就有性命之忧 哎呀大师兄弟 我跟你俩老师不敢说有交情 那都是成了名的老前辈 大清朝开国以来顺着黄爷 玉口钦封寺的名剑为首 郑武侠董钱董话医 八十一门总文长老仙长欧阳修 使你来两位受业恩师 他们行走江湖的时候 说我还认门不会 可有我了 我精归岁数大 可是有意见呀 我跟你哥哥几十年的交往 就是兄弟你我看着长起来 要论于佛法武学生 我这一百岁白国 照着兄弟你差远了 可是有意见 兄弟你现在叫做方寸不灵 对于人情事故上 我有点资格说你两句 什么叫做宗徒行凶 刺杀钦差 现在你都甭说 我依然知道高飞犯的那些错 干脆就一句话 现在何正你 献出来八宝莲花路 这大的事情自此就跟你无关了 哦哪过程当我 说这话老头 把刀交在左手 右手一拖海下阴阳 看见没有 这官司哥哥替你打了 谁到的 八宝莲花路 谁拿独木箱 去 寻这个 钦差的二目 打算把钦差给毒死 高飞 高飞打尽体 就不算你徒弟了 算我徒弟 我藏侵犯的罪名是谁 是我 就说他藏女于西凤庄 你看怎么样 跟来的这些的群雄大伙一听 不由得按条大指罢了 金葵未交朋友 别看这么大岁数 真学性 老爷子说了 这官司我替你打了 你身后的追的也不是外人 我说句大话 全是我的兄弟 谁也得卖我金葵一个面子 哪位领导当场 我只要说这事 我认了 亮他们不敢说个不字 可就关乎到兄弟里一句话 会病 方儿 你现在可就得把解药拿出来 哦 那么我要不拿这解药呢 我这一百岁我也不活着 为什么 钦差面前 伏法就行 我也是死 死的方老二 你这条边下头也是死 打算下这座金凤山吗 先杀金葵 你再下金凤山 西凤庄 跟你们家 跟你师父跟你 坐了一辈子街坊邻居了 咱们算混得有交情 死哪不是死啊 整是今儿我过生日这天 哎 生日寿日咱们俩过着 这多有意思 也省得让孩子们以后操心 还分两回给我办 一当子不就全办了吗 和上说痛快的 拿东西 这这老头子真好 只要你拿 你甭管了 说到做到 官司我听你打了 那和上要真听他的 这官司也轮不到金葵脑袋上 必然众位老侠给维持 也不能给这一百岁 能给松哦 真把金葵脑袋给切下来 不合乎道理 话是这么说 会真让这老头 两句话一挤对一时 还真说不出什么来 为什么金葵说的是好话 只要我一偷八宝莲花路 跟我没关系 你别看刚才我打死这么些人 全算他的了 他死了死不了的 单说 可是我要交出八宝莲花路来 我刚才不动手好不好 我把八宝莲花路 给我新东好不好 我当初给十多十斤生物 给王师傅好不好 我干嘛 这人情闹的 你哪里上 九头梆金葵 你这一百岁才叫白活 要上山早上山 要相劝早相劝 事到如今 你往你身后的看看 你交的都什么朋友 你还刀了捞刀了捞 数了我呢 乌合之众 汉泻耶气于目 混杂你身后的这些人 有几个是好东西 这好混扫一大片 你不带这些人来到金凤山市 咱们老弟兄的交往 你带着这些人上金凤山市 以事相给 你就凭你们人多 你们就认为能够降服录 合着我吗 这八宝莲花录 不给 面带你一百岁 诺大年纪 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 你与我身 看着 翻腕的一横这条边 就在金葵的身后 曾窗过一个人来 这人是谁 这人是红桃山的寨主 红桃山有八位带主 叫红桃山八猿 八猴啊 八只猴 头一位 就是这大爷袁天江 他叫什么呢 他叫钻山猴 钻山猴袁天江 跳剑猴啊 叫袁田河 翻山猴 叫袁天湖 岳岭猴 叫袁天海 金面猴 叫袁田阳 一个笔根大 都带三点水 赤面猴 袁天泽 还有这 蓝面猴 袁天斌 最后 他们这老兄弟 叫紫面猴 袁天红 这是哥儿吧 大爷 袁天江过来 他叫村山猴 手里边一口刀 老爷子 您跟这和尚 哪有那么些 可说的 就冲您这岁数 他就应当 乖乖地把家伙一扔 把东西给晾出来 怎么还敢在您面前 吃鞭行凶 我看不透他 老头子拿着刀 回头一瞅他 哦 红桃山 红桃山 八猴的大爷 村山猴袁天江 你说什么 我看不透 你看不透 我早看透了 您看透什么了 我看透你要倒霉 我先给您接下张 摆刀过来 照着和尚顶梁酒批 你甭废话了 你在这 唰啦一下 你刀下来 可把和尚气着了 这都哪轰来的 顺便办 一压他这口刀 就是往前进脉部 一仰手 啪 正在面门之上 过手一招 头一位 酸山猴 袁天江 完了 这打了一万朵 桃花开放 死时栽倒于山江 打架 亲兄弟 上针 父子兵 大哥 七个一条 哎呦 大哥 好厉害的 凶僧给大哥报仇 二爷 二爷圆天河过来了 啪 完了 我三边 右三边 哥儿八个 解红桃山上寿来 到金凤湛 全死了 老头子金葵一脚 哎哟 人家是为什么 人家是为我呀 给我上寿来 到这为我而死 哥儿八个 你们死的可不值 哎 毁编 老头子一咬牙 窗过来 摟头就是一刀 可不合成吓坏 怎么 哼一脚 哎哟 我打量那老头子 都动不了了呢 还能跟我动手呢 有心要金葵的命 又一琢磨 这一百岁人 要死到我边底下 我可缺了大德 跟金葵打呀 倒不敢施以权力 还得让着点 这老头子 猛然间一回头一瞧 身后的重位侠 可已然追尽了 这老头子 你看他打不过贵宾 他都把贵宾缠住 一刀怪死一刀 老头子累得须须带传 还真玩命 后边这些人一瞧啊 我说哥哥兄弟 各位好朋友 咱们干嘛来了 不是给金老爷子 拐寿了 看着老寿星 跟合成动手 咱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合成厉害 我知道他厉害 该饶井里死 合理焉不死 谁死也是死 上吧 仗着人多 各操军阵 蜂拥而闲 上金一抢这老头子 把老头子 顺里边给挤出来了 老头子一想 哎哟 老头子一处这口刀 不不不 那意思别过去 你们过去 准死 他跟我有面聚的 他知道我是为他好 我跟他亲哥哥一样 大小伙弄点 把他看大了 他是合成 一小合成 他就主持这庙 他懂得什么叫化缘 他不是东凤庄去借 就是西凤庄来拿 眼瞅着 这下面南凤庄 北凤庄 南凤庄都是徒弟 他能上徒弟家去吗 他就得上俩哥哥家 不是比就是面 要不就是油就是钱 我对他恩重如山 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过去那行吗 老头喘不上气 眨眼之间 啪啪啪 要打死十了个二十来个 大伙这才知道 和尚并非浪得虚名 这条边确实厉害 这不是人多久能把他围住了的事 眼瞅着 现在群雄一片死伤 后边的人可以杀红脸了 不知后退反而向前 就瞧远头了 有人高声贺涵 但贿宾也玩要怎样 真急了 一口宝剑拦在贿宾的面前 贿宾情边发露 正是抛心 自己的亲大哥 方魁来了 方魁方波林手持宝剑 站在了 贿宾的面前 畜生啊 畜生 当初我就不应当把你给抱回来 好吧 干脆 你连我一块打死也就是了 瞎见觉网络 照着贿宾 身上就扎 贿宾心了话说 好坏了 这是我亲哥哥跟我爸爸一样 没有他没有我呀 拉边往外一荡这口剑 抢不上前一歇尸 就在大哥的肩头一扬瞅 就这一掌横着躺一下 把方子也打出好几步去 拿宝剑一找地 脚步亮枪站住身形 这就是方魁 换别人这一掌啊 就不是肩头了 那就是内下 往下蹿一点 这就是一条人命 自己的亲哥哥能打吗 就这么一巴了 把你扒了开就完了 夺路而走 群雄一看真厉害 挨着刺碰着房子 一条边往外的密床 眼头里有一个人 拦在他面前 站住 掌住一顿路去吧 就拦在了贿宾的面前 贿宾你不认得他吗 什么人 呸 贿宾你浑了蛋了 不认得小孩 我不认得你掌门的信物吗 他正是小剑个花唇 花唇拿这堆路杰棒 是二剑个给的 二剑个江达江本出 三队半路杰棒 其中有一队 传给花唇 跟门户里人说了 大师哥死了 现在我就是这个门户里的 大家长 门长 那么我得有信物 这一门里事多了 不能我都去 我甭管 上哪去 我找一人 拿着我的信物 就这三队半路杰棒 三队大的 一只小的 这七只路杰棒 在于 江达江本出来说 就如同他的性命一样 愣拿一对 给了 花唇 多喜欢花唇 花唇这堆路杰棒 要在本门户当中 谁瞅见 谁就得向花唇行礼 花唇说声是声 甚至说拿路杰棒一指 说你死去就得死去 这跟圣旨似的 你不认得我 你不认得这一队路杰棒 你等我开吧 召着花唇就是一边 花唇自知不迪啊 你甭路杰棒 你什么也不吵 能耐差太多呀 自己别看少剑子 二剑子江达清传 赵人贿宾差太远 拿自己的路杰棒 这俩大鸡酒 一接这条鞭 救的他这鞭是 腾一下 就给抽出去了 借力打力 只求自保 那伤不了会宾 会宾一磨头 接着往外跑 中群侠一条好 会宾疯 一百岁的金奎也打 亲大哥也打 小孩拿着掌文信武 他也打 磨头就跑了 会宾现在不管大许多了 蹭蹭蹭蹭蹭蹭 又把大伙给拉下来 往前跑 投了 一顿长林 会宾长吐一口气 行了 欲林则火 则要瞅间 有树林的 我进去 你人再多 你算找不着我 别说你们不是当地人 道路不守 就是当地人 你也转不过我了 脚底也攒进 腻倒的可就扎着林的里头 是穿林而过 往前看 有这么一个山头 阳长鸟道 就这一股道 自己往上冲 来到了半山腰 回头一瞧 众群侠 也就刚进树林 正在里面转悠 为什么速度一下就慢了 追人的跟跑的不一样 跑的就自己往前跑 追人的可不行 大伙进树林 拿着兵人防身 挨着棵树 得转悠 你是贿宾在哪棵树后 就藏着呢 这一下 这速度就慢了 可是贿宾登上了小山大 回头观看玉皇顶 弥陀佛 和俩子的 怎么 正在这会儿 浓云四起 一阵阴霾 抬头观桥 天将玉宇 所留下就是 一点余晖 震照在玉皇顶 庙墙之上 一照这琉璃瓦 整个天日黑的 就这一抹金黄 倒显得十分凄惨 哎呀 是我一时方寸不明 放却百年禅林 为了我一个小小的略徒 刺杀钦差 今日打开沙地 老僧我整室同南 七岁尽庙 修为至今 这才叫一师族 整千古恨 我的功业尽毁 这一回头 看见这一抹残牙 这才心生悔 盗托墨古边 心里都不敢焦急 波弥陀佛 急得老何就眼泪差点下 为什么 回不去了 这辈子 不知哪里安身 这才要亡命天涯 两位建可爷 清传内外 双修一身好功夫 白虐 打这以后 放眼天下 虽大竟无由我 会宾安身之处 罢了啊 罢了 一阵山风暴起 万树摇头 长夜乱想 云陀俱想 哼 就这一阵风 吹着这个树木摇摆 倒让人意乱心迷 会宾就觉得一阵阵天旋地乱啊 啊 随风声猛然间就听见 有细弱很尖锐 离得很远 有一个人在求救 来人啊 救命啊 会宾顺声音上山道 就这一股山道 他脚底快 蹭蹭蹭 翻过山梁往下走 来到了半山腰 这一瞧 啊 啊 这会儿小雨已经下来 刚才农园密布要下雨 会宾就在山头之上 那么一耽搁 有点小雨 可是牛毛细雨 下的特别的细雨 他一瞧半山道 泥泞当中 倒过的一个妙龄的少女 没穿着外衣 穿的是内衣 内衣是怎么意思 一个粉红色的汉衫 钮扣没记着 里边露着大红的兜兜 酥胸半露 下的穿呢 嫩绿色的这么一条裤子 公鞋呢 一只穿着一只跑丢了 就是穿着一袜套 半躺半卧 就鞋躺在这个泥泞当中 连生的呼叫 可是你别看 他没穿着大衣上 但是粉嫩嫩 这么一段粉径 微露尖头 酥胸半露 这姑娘这个白呀 长得十分的标志 何让不知道 他这打哪来的 乌弥陀佛 这位女尸主 不要喊了 你为何再次呼叫啊 哎呀 高僧啊 这个地方会宾 就得说呀 方寸已乱 心知不明了 怎么 您走嘛 您这模样 凶神恶煞 煞得浑身跟血瓢似的 手里边递了家伙 脑袋上一条子都秃秃之堕 哪个女的还敢跟您说话 这个姑娘 往地上这么一躺 漫条四里的 眼泪扑叉的 可是说话清楚 大师高峰 我是被难之人 你有何冤苦 慢慢到来 我是后坡 小王家庄的人 我姓王 那么我哥哥呢 在这后山里有个小山神庙 出家当和尚 我和我母亲呢 给我哥哥 做了这么一套 生衣生帽 生褂生鞋 家里头呢 卖了点粮食 攒了些个钱 今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送到庙里去 因为他庙中的修为清苦 家里边时常要接级接级他 我父亲呢 不放心 那时间我爹爹在家里边拴好了驴 让我骑着小毛驴 他老人家赶着脚 我们妇女进山 要到后山 小庙里都看我哥哥去 可是正行走在此处 突然间就有一个人 从半道穿出来 一把顺驴上 把我可就给拽下来了 把我手里的包袱给他抢了去了 而且牵着这头驴就跑 老爹爹一时心急 弃我于不顾 他可就追这强人去 哎呀大师啊 想我那老爹爹已然年纪高迈 焉能敌得住 山中汉匪 必然身遭不测 他有性命之忧 就是小女子我 现在在此处眼看天降大雨 倘若贼人回来 难免我的真洁不保 还望高僧 施以元首 说的话这个女子 一抬粉面 两只大眼睛 眼泪汪汪 真得说眼睛秋水的香法 就这么抬头一看大和人会宾 大和人会宾 边交在左手低头滚桥 啊 啊 和尚和尚 刚才你可就琢磨了 天下之大 没有藏身之处啊 何处容身呢 没想到在这就碰上一个 落难的女子 这叫什么 这才叫天不亡我 我呀 我就伸手相救 什么贼人打得过我呀 我把这一女子夹在我的肋下 施展清宫 我逃离金凤山 远走天涯 找一无人之所 我我收容此女 以乐晚年 佛弥陀佛 合上俩眼直了 一伸手 他要掺这个女的 这手也伸出去了 哎呀不好 他一仰手 照着自己面门 啪 就是一掌 怎么 翻然醒悟坏 贫僧已入魔道 我不是一般的和尚 七岁进庙 是我自己传现法语 三十以上女童不许进庙 我是一辈子整世 童男未进女色 怎么今日了 败走金凤山 竟然一时起了银心 躺一下 合上自己扫一大红脸 一摇这大屠脑袋 罪过呀 罪过 大师你恩 这位女施主 再会 合上怎么样 合上明白过来 按照自己的名字 惠斌惠斌 这可是屈死之道 怎么瞅见女孩子 见美色 而起银心 一辈子都没这样的事情 这是哪里说起 越过这个女人 蹭蹭蹭往山下走 正往前走 眼前 有一个东西 它是惊弓之鸟啊 横边于当心跑道 窃金一条 这才叫卑躬蛇影 自己下呼自己 怎么 是个猫驴 抬头一条 这雨愣不下 刚才是蒙蒙细雨 看的那意思 狂风打坐 风是雨的头啊 这雨得夸一下 请盆而下 哎呀没想到 这会儿啊 天又见亮 又不下了 瞅这小驴自己 漫山遍野 这这么啃青呢 安颤俱有 就在这驴庵的乡头 驴几根被上 搁着这么一包袱 和尚一琢磨 对了 这个女孩子跟我说了 她和她父亲 拴好了驴 送她进山 上后山小山山面 给她哥哥送东西 想必就是这批驴 这包袱就是她妇女二人的 和尚来到窃进 把这包袱打开了 往里这么一瞧 阿弥陀佛可了不得了 怎么 里边有全新的 僧帽 僧衣 僧邪僧腕 就在这僧帽上头 翻着歌 里边 连整戴穗 足有这么二十两文银 和尚低头一瞧 自己不由得苦笑连生 我什么赤胆牙呀 啊 双钢子 身下第一的武术 您瞅我这 整个血染僧袍 那都不成样 又搭着刚才这一阵雨 道路迷拧 那村身上 已经不能看了 你要说东北话 太埋态了 这身僧衣僧帽 是不是 我先接接短啊 我也不知道 他是谁人的 想他父女 住在后山坡下 小王家庄 日后我倘若能够得活命 我再还他不迟 把鞭顺着驴脖子 这么一搭 他不怕驴跑 为什么 他追驴追得上 伸手把自己的松袍 可就给脱下来 团一个团 往就地一扔 伸手 他把这件松袍给拿起来 往他身上这么一穿 一记这扣 低头这么一抢 不肥不瘦 不长不短 正合身 怎么那么合适 这是王老头的儿子 这姑娘的哥哥 想必也是个胖大的和尚 跟我差不多 把自己脚上的这双袜 松鞋全都脱下来 把那个新松袜穿上 尤其这双松鞋往脚底 这么一蹬 说医生大点小点还能救 这鞋要大点小点 你走不了 难得就这双鞋 不大不小 不肥不瘦 脸长脸短都合适 比自己穿的那双 恨不得还舒服 低头一瞧 包皮里头还有一条丝鞋 得了 都是他也记好了 松袍一戴 呵 他怎么知道我是六三的呢 我让这大脑袋六三 哎呀 还剩这二十两散碎银俩 我都拿了人家 这银子要不拿 也仿佛显留点不老合适 我万贯家财呀 我那妙产有的是 就为了包飞 为了这八百莲花路 一旦抛去 现在我愣马路边捡人家的钱 还得自己折羞脸 这就是偷我 你要不 人家不告诉你 你马路边上那叫捡 人家告诉你 油炸的东西 你拿着还不叫偷 你别看 荒山片也没人 大合成会宾 六十好几 忘七只人 年进古西 头一回干这事 就这二十两银的 抓在手里头 好几次 钱给人撂去 但可有意见 下山之后 亡命天涯 吃饭得要饭去 住店得要店去 不拿这把钱 活不了啊 动了好几次心思 这才一咬钢牙 往怀里边 这么一踹 低头看了看 这头驴 骑着它 还不如我自己跑呢 这驴呀 我就不要 是驴伯当一伸手 把鞭摘下来 后边也没追兵了 一撩自己 松袍往腰里 这么一踢 为什么 你低了家伙 你下了山 眼看快下山了 低了家伙 你在下山 你走到官道之上 你让人看见 那不像话 有人管呢 把兵刃 带在自己的身上 寺外瞧了瞧 确实没人 这才往下一低头 一扶腰 心情比刚才好多 怎么 你说说这人倒霉呀 也不是说 特别倒霉 那么大的庙产 都不要了 得罪那么些人 简直活不了 这劲头 你瞎这会给我预备 这么一身干净衣裳 连零钱都给我预备好了 再往前跑 眼看快到山根了 头来又有个泥坑 泥坑里 怕你老头 来人呐 救命啊 贿宾已经明白了 这是一套 老头带着闺女 骑驴进山 闺女我也见到 女我也见到 该碰上老头了 这老丈 你为我再次 哎呦 是个出家的和 和 和碰的好人了 有山中的强人 强我的驴 强我的包袱 我女儿也不知道 落在哪里 我倒在这儿 刚才下着雨 我一脚灯空 身上的咕噜下来 我爬不起来了 把扯是腿也摔舌了 脚脖子也崴了 我的腰也闪了 气也差了 和尚你把我给掺起来 你送我回家 帮我找着我的女儿 找着我的女儿 我的包袱 帮使你出家人的本分 这一老者气喘吁吁 用手指点 让和尚把他掺起来 和尚一听 我哪有时间管你呀 啊老丈 我有要紧的事情在身 无暇顾及于你 你闪过一旁 让出道路 什么 闪过一旁 我动得了吗我 我让能动还指望 你掺我干什么 我站不起来呀 和尚你不叫我 也叫罢了 你还让我闪过一旁 你这才叫说便宜话呀 我看和尚你大概会两下子 出家人 慈悲为本 善念为怀 你超度超度小老头我吧 你有什么家伙没有啊 给我一下子把我打死在此处 我也就算一了百了了 依陀佛 好没有道理 老儿 你躺在此处往旁一侧身 摔下我就过去了 老子我有要紧的事情 哪里有时间与你再次裸裸 这老头一听 这老头一听 怎么的 你还敢说我 哎呦 我儿子又是和尚 我上山里干嘛呢 就找我和尚儿子来 回避一听 怎么意思 怎么骂上街了 这连我都归在里头了 看着老头岁数不小了 是得欺负实了 比我岁数大呀 但你也不能说你儿子就是和尚 棍嫂一大片伤人太重了你这个 阿弥陀佛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还别说我增大的年龄啊 就是年轻之人 走到山里头摔了腿了 爬不出去了 你们出家人也得搭把手啊 想你没出家的时候 你就没有父母爷娘兄弟姊妹吗 将心比心的 人之父母 几只父母 人之儿女 几只儿女 你环绕十一元首啊 和尚 你今日救了小老尔 我不白救啊 我回家供上长生路贵牌 我保佑你和尚平安无事 今日不救小老尔我呀 小老尔赠死心中怀恨 殷草地腐也拽成和尚你和尚 你好不着 小老头趴在泥坑里头 为你撒痕 两句话都在紧要 把和尚说的又兴起了 一时恼怒 脑门让三寸来尝这条肉 突突这么一刹 目露兴光 老尔你是寻死 有些人伸手拽边 手起边路 听你的我就超度于你 又一琢磨爱 我这么大的会兵 够巧的 编炒群雄 大杀四方 多少武犯 冠军死在边下 何必后山在商业 无老者呢 不就是了尼坑 我又没有 啊 不是一般的功夫 说我现在身负重伤了 我又没伤 我何不从他脑袋上蹦过去 可是有一点对人太不公了 你要知道 小时候咱都卖毛啊 人家蹲在那拿腿一卖 这对人家很不礼貌的 卖一毛 蹿蹿蹿的 蹲地上得赶起来蹦三下 老人啊卖毛说就不长个儿了 何况一个年败苍苍老者 我从人脑袋上头 穿过去 让人家受胯下之辱 出家人行不出来 惠斌在金凤山一战之前 各位那是最规矩 山规最严的 他不是从小失了这份心性恋武 说咱们您都懂的话 走火露魔 要不是练得有点疯了 武痴 他到不了今天这份上 这是个规矩人 所以惠斌 要不忍伤得性命 你琢磨那得了 我从你脑袋穿过去 也就是了 我无时间打毁你这老儿 脚尖一粘地 微微的这么一耸肩一攻腰 看那意思 脚一动 还要穿过去 这老头得力不让人 怎么着 抬腿要踹我 合着一听 怎么还当心烂肺啊 把自己的身袍一百 因此的身形 踏快老头更快 老头双手一按这 泥坑捅一下起来了 合着一瞧不是起不来吗 怎么穿起来了 合着弹球自保 伸手拽边蹭了一下 脚跟脸地 穿出左右三次杖去 杖边护身什么人 老儿按吐一口气 捕了一下 面目恢复正常胆大的贵宾 你还想走吗 别看此处 就是我一人拦阻 两大些人逮不住你 就是我一个人 你难堂公道 就这个老头 以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 把贿宾之下的 三魂渺渺 气魄茫茫 定睛观瞧 这才认出来 这七分钟啊 跟您说 哪有点心理活动 我都能仗出来 说什么也不能说 这老头 有什么话名再说 我紧着往那后山跑 非得跑到这儿 让这老头这样 跟您露了面 贿宾太认识他了 天下人谁都不怕 就怕他 连自己的二师叔 闭眼金经佛 江达江稳出 三师叔 张红娟 自己尚且不惧 就怕他 老者 非日旁人 正是大清朝四的名剑 排行在四 贿宾大和尚的四师叔 珍珠佛 董瑞 董老剑客 一脸的肉疙瘩 要不然 他唠不了这外号 怎么叫珍珠佛 脸上一个个小肉筋 他这可是练功 都练出来了 年轻的时候没有 这气呀 他练气功 怎么练呢 他这样浑身上下练硬功 不能有气门 这气门 您都看过 金钟照铁股山 英导丽 那个电影 就是什么咽喉啊 这个胸中间这个穴位 哎 华盖 还有下阴 太阳穴 脑袋上头 这个破绘 这是人身上主要的几个气门 哎 那么你练气功 总有一气门 你甭管你最后留哪 你得留一个地方 还有二目 这就是你的要害 总有个破 这珍珠佛 他要练 没有破 我非得把我的气门练没了 就是你浑身这样 打哪都没事 所以他把这气功 老往脸上运 别人都练胳膊腿 练肚子 铁齿排泪 大刀作火 他练脑袋 练脑袋 您都看过这油锤灌顶 珍珠佛总队 哪哪哪都行 什么耳朵 鼻子 嘴 眼睛随便打 但他这功 唯一练左了呢 他脸上的这气 大概鼓出来 这小肉球 他没理会 不疼不痒痒 过几天长一 过几天长一 过几天长一个 说现在话 是一种毒素 他脸上长了 一脸这个 可也练不回去了 董贤一条 你这形象不好 就这样的 我能把他练回去 可是练 当时就是一苦气 我憋住了 我这肉球能回去 要不怎么 刚才惠宾认不出来的 他只要这口气 运足了 往回这么一抽 他脸这肉球能回去 能跟这皮肤平 那他脸要没这鸽子 这人的形象 就大不一样 有大跟他 躺在泥坑里头 弄点泥 往脸上这么一抹 惠宾一时心急 哪认得出来 现在 珍珠佛董瑞四见铁 把这口气往外一放 用手一抹脸 把这个泥往外擦了擦 小哥那一出来 惠宾可就认识了 惠宾就应当扔鞭 扑通往这一跪 为什么天下人全不怕 就怕四十叔 知道 这个老头太厉害 能威太高 而且下手太狠 自己 这三位老师 董钱 江达 张红军 被称为剑客以后 就不跟人动手了 动手也没有人命 那二剑客 江达 江本处一伸手 就把人宰了 那叫什么剑客 手里没人命 唯独珍珠佛 董瑞 他跟人不动手 是不动手 动手还不留活 不过他在那边 大奸大恶之位 可是这会儿 惠宾 不能输嘴啊 珍珠佛 董瑞 他也就认不清了 害怕归害怕 难道是四十叔 您老人家吗 不错 惠宾哪 你还不扔鞭伏法 是更待何时 惠宾一琢磨 打我是打不了 我还得跑啊 就一条小路 他在这打呢 往回跑有群侠 别的地都没路了 那没办法 就得漫山遍野的跑啊 师父啊 哪一日弟子在登门请罪 把这边交在左手一抹 逞一下 穿林子 放去山路不走 往山下的那么一滚 珍珠佛 董瑞一看他狗急跳墙 会兵呢 我还能让你跑了吧 老爷子往前就追 和尚投着跑 董瑞后的追 和尚往前跑着跑着 一瞧坏了 怎么 投了这地他认识 他跟董钱习武就在此处 这地方有个小山人面 在这儿 遇见董钱 董化义了 这才算脱胎换骨 原先那是外公好 没有内公 那么这地方就得说 董钱 不如欧阳修高 欧阳修给他断出来了 而且欧阳修的大徒弟 这个 海天章老 他断不来 日后啊 似乎于会兵这样的人性 是要惹来杀身大祸 如果要是他的能威太高了 他要闯大祸 他要坑不少人 就应得今天 那么欧阳修就不教他 不教的呢 他自己连外公 外公好练 内公难练 任何一行业也是如是 你让我们这行 基本功好练 不管您是夺得顺势 哪位您回家练 甭多了 练俩月 就比现在所有相声演员都强 现在所有相声演员 没有超过一个月功的 他们也不会怎么练 那么原先像我练过 练过也回功了 就是说你只要一天不练 这功就回 那你这么长时间不练 你小时候练的功就叫白练 没用